很多人在做馬 用馬當吉利化的話 就是馬上封猴 馬上馬到成功 其實它都是一個傳述我們一個精神 或者是往前衝的 或者說在我們的事業上 我們的生活上 都是往一個正面思考的 但是在我拿到這匹馬 其實我很想把它做另外一個溫柔的 不是這麼地狂野的 因為馬是一種狂奔 奔騰的象徵 所以這讓我想到有一個就是我們宋徽宗 因為他是一個很文人的皇帝 所以他所有在任何我們認為是戰馬的形式上 他並不這麼想 他出了一個考題叫做踏花歸去馬蹄香 這個考題給所有的文人雅師說你們全部去畫一張畫 那這句話讓我把它定為了畫的名稱 叫做踏花歸去馬蹄香 我們所有的畫的意思其實在畫著看到中間的印象中 而不是實際說一定要看到踏過馬 踏過花這樣 所以我在做創作的時候 其實我就是用這種概念 就是把它把它刮織過去 其實是傳達這個踏花歸去馬蹄香的意思 我在做牡丹 然後牡丹是我是畫寫詞的 可是中國的牡丹花其實是一種 我是寫詞 它是寫意 所以牠們其實在青花池上面常常做了很多的富貴花 牠們很厲害 牠們是畫出牡丹花各種的角度 其實牠畫正面 陽面 服飾 牠其實是觀察很細微的 只是牠們表達的方式是這種線 因為我們的水墨是用線跟淡淡的墨上去 所以牠會傳達這種淡淡的優雅的氣質 我最近對於立體的都有點上癮 因為這是牠給我的感覺 所以我會在這邊會做 牠這個360度 牠其實我每個角落 每個東西我都會考慮到 包括這個的下面 怎麼樣走下去 為什麼要留空 然後這個怎麼樣走到牠的尾巴 再強調的是這個牡丹 所以在我畫這個枝葉的時候 我的顏色用的很大 很輕 因為這個枝葉的面積 畫法比花還多 可是如果我這個很重的話 花就不要吃進去 花就不見了 所以我故意用了一個很淡淡的顏色 讓牠很滿 一個不滿的背景 然後就不會搶掉花的主題 還有也讓牠這邊有點變圓的感覺 如果我這邊都畫 其實牠就是有角度 牠說我的畫會順到這邊的角度 這邊的角度 馬的角度就出現 所以我其實是要讓牠感覺是圓的 所以我只畫中間這一段 然後再加上我希望牠是有一種磁器 磁器的視覺效果 所以我塗了很多的反應絲 讓牠有磁 那個光滑 潔白的效果 而是我們不可能會切成的 我要把牠在牠的地方 然後再往前再看看 就像牠們在牠旁邊的題杖